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土壇党的倒戈潮不断 那如今更是累积了7名议员 转态支持团结政府 为了防堵倒戈潮 以及对付这些变心 但是却不退党的议员 土壇党早前在特别代表大会上 就一致通过修改党章 任何支持政敌或者对立政党的国会议员 都将被隔除党籍 并且会悬空有关议员的议席 制造补选 来到今早 土团党主席慕尤丁在青年团团长袁怀少 从秘书韩沙在努丁 以及副主席罗纳见底的陪同之下 到布城社团注册局 成交修改党章的文件 那慕尤丁就告诉记者 这一次修改党章 涉及终止国州议员的党籍 尤其是针对那些没有遵循党义的议员 而所有申请都是按照程序进行 希望社团注册局 不会反对他们的修正案 国盟间土团党主席慕尤丁 今天在布城 向社团注册局 提交修改党章建议之后 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 虽然社团注册局 没有说明做出批准的时间 但是他有信心 这项修正案能够获得批准 针对最新叛变的巴生海峡区 岁州议员阿都拉西指控 雪州土团党领导曾被某派系操控 才导致他转态支持雪州大臣的说法 穆尤丁抨击说 这全是子虚乌有的指控 穆尤丁认为这些指控 都是阿都拉西为自己的过失 所找的借口 并一再强调 党内没有所谓的派系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